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4月23日星期六早上的天氣節目 我是林鶴賢 受到潮濕的偏南氣流所影響 本來今早做都頗暖 亦有霧 在長洲望出去 見到可以說是蒙茶茶一片 在日出之後情況亦都差不多 至於在橫蘭島能見到 曾經跌到到500米以下 駕駛的朋友記住要留意 至於氣溫方面今早做到頗平均 介乎是23至25度不等 除了有霧之外 其實今早早曾經下雨 在雷帝影像方面見到 在大約1時左右 有個雨帶經過香港 為我們帶來一些驟雨 看看大阪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裡 凌晨時份影響我們的雲龍雨 基本上已經移到我們的東邊 但見到在我們的上游即西邊 依然是比較多雲 故此我們預計今天除了有陽光之外 亦都會有驟雨的機會 大家最好出街帶一把傘 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會是怎樣呢 就是最新的預報圖就能見到 未來那好幾天 香港依然受著偏南氣流所影響 故此天氣方面跟今天會是差不多 都是比較暖 亦都有驟雨的機會 回到香港 我們預計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怎樣的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驟雨 下午各部地區有雷暴 早晚部分地區有霧 氣溫最高會去到29度 而風會是吹輕微至和喚的南至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那兩至三天 會是有幾陣驟雨 而天氣會是暴雲時間有陽光 而去到下週的中至後期 記得到天氣會是炎熱的 好了,這一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